椰子油可以用来护发防兔头是真的 但是要用冷炸椰子油才可以 用它做一个星期化膜之后 你就会发现手感简直不要太好 现在我来告诉你们冷炸椰子油怎么做 力气小的女孩子开椰子 可以借助大地的力量 接下来这一步 你可以让男朋友帮忙 相比热炸 低温压炸的椰子油可以完全保留营养成分 用来护肤护发的效果会更好 切成小块后放进破壁机里 加上刚好摸过椰肉的椰汁 要打得很碎才行 倒出来用纱布包好 挤出椰浆 椰浆静置24小时 你就能看到这样明显的三层 底层是沉淀物 中间是水 最上面的就是油 把表层的椰子油都取出来用打蛋器打发 打发后 就是可以代替奶油的椰子奶油了 充分打发的椰子奶油 精致12小时以上 就会分成这样明显的两层 我们再把它过滤一下 现在我整个房间都是天然的椰子香 你都想不到 闻起来没有什么味道的椰子 提取出来的椰子油 竟然那么香 椰子油低于25度就会凝固 用广口容器盛放会比较方便 冷炸椰子油的清洁和杀菌能力很强 也可以用来当做卸妆油 最强大的作用就是护发了 先把它均匀的抹在发丝上 给头发做一个发膜 然后把头发包起来 用加肉帽效果会更好 接下来等待一个小时 让头发充分吸收营养 最后用护发酥先洗一遍 再用洗发水冲洗干净就好了 来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